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早在几个月前,高通就官宣了将在11月中提前发布骁龙8GR 本来大家都以为,这就是2023年首款旗舰处理器了 结果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了个联发科 日前,联发科抢线一步,推出天机9200旗舰处理器平台 并宣布首款搭载天机9200的终端将在11月底发布 而明年的安卓旗舰大战,也算是正式揭开了序幕 看完发布会,不得不承认,发哥今年的这一脚 依然是把天机9200的牙膏踩爆了 话不多说,随Tiger来谈谈它 分析一下看看这次MPK是不是真的稳了 顺便,再看看具体都有哪些新机会搭载它 天机9200到底有多强 今年初的天机9000之所以在能效上干翻了骁龙8G1 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 那就是天机用的是台积电4nm公屋 而骁龙是三星4nm 现在来到天机9200 当然,还得是台积电 官方给的说法是 天机9200采用了台积电第二代4nm 集成170亿晶体管 重点还是先来看看性能方面的提升 CPU方面 天机9200采用1加3加4的三重级架构 超大核全球首发Quartex X3 频率为3.05G赫兹 大核为三颗Quartex A715 频率为2.85G赫兹 小核为4颗Quartex A510 频率为1.8G赫兹 相比起天机9000 天机9200的单核性能提升了12% 多核提升了10% 至于大家会更关心的功耗问题 从发布会来看 天机9200也是很猛 CPU功耗大幅降低了25% 注意,这里对比的其实是天机9000的峰值性能 对了,这次天机9200的超大核 大核均仅仅支持64位的应用 所以,安卓阵营的32位应用 也是时候该彻底淘汰了吧 大核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仅靠4颗1510小核运行的场景 相比起CPU 这次的GPU看点更大 天机9200全球首发Martonis G715MC 11 在性能大幅提升32%的同时 功耗在爆降41% 同时天机9200的GPU还支持硬件即光追 以及可编速率渲染技术 除此之外 天机9200还支持LPDDR5X8533MBPS 以及UFS4.0 这个Tiger之前也预告过 接下来的骁龙8G2同样会有 说回天机9200 在这一套组合拳的加持下 天机9200的安兔兔跑分 超过了126万 在发布会上 联发客也是秀了一下 谈完各类手游的水准 画重点 原神59.5帧 这个好像每次的PPT都差不多 当然了 作为一款全新的旗舰处理器 天机9200除了性能 在影响手机体验的各方面 也都有新的料 比如网络 它也率先支持了WiFi CID 理论峰值速率可以达到6.5Gbps 过去不强势的影响部分 也用上了新一代的Magic 890 RGB WISP 并支持AI电影模式等功能 关于这部分 Tiger就不再细讲了 总之 毫无疑问 这就是目前安卓阵营最强的处理器 下面还是聊点更多人关心的 哪些手机会搭载天机9200 按照惯例 这次联发科的发布会 也请了一众手机高官 前往站台 第一位选手 是蓝场 有了今年AX80系列的例子 Tiger估计发哥也是发想 蓝场才是真兄弟 果然 就在天机9200的发布会上 Web副总裁 事与间正式官宣 Web新旗舰将全球首发天机9200 并在本月底发布 虽然没明说是哪款机型 但懂得都懂 就是Web X90系列 目前关于这两款机子的信息 网上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爆料 除了都搭载天机9200之外 Pro还有骁龙版 这两台机子还都采用了 1.5K分辨率的京东方屏幕 光学屏幕指纹 120W快充加5000mAh电池 全新一代自研ISP芯片VR等 两者最大的区别 还是在影像上 其中 X90预计还是采用IMX866主摄 而X90 Pro天机版 则是会选择直接上1英寸的IMX989 搭配IMX663超广角 加IMX7582被人像 关于外观部分 官方也来了第一波爆料 完整的背部设计 Tiger猜应该也就是 比下面这个X90 ProOS 少了个前望劲 最后小节响 X90 Pro天机版的影像 主摄大升级 但到了前望厂焦 Pro家独向新厂焦 这个方案 小伙伴们觉得如何 对了 在联发科举行发布会的同时 蓝场也开了场Origin OS3的发布会 毫无疑问 Vivo X90系列会首发搭载 除了首发的Vivo之外 今天OPPO也关系了 下一代Find X系列 将会首批搭载 天机9200处理器 在此之前 骁龙8G2版本的 Find X6 Pro的配置 基本已经是被扒光 屏幕 2K三星16曲面屏 相机 IMX989主摄 加IMX766超广角 加IMX890前往常 交加马里亚纳X 快充 150瓦有限 加50瓦无限 加4700毫安时电池 网传的外观 大概是长这样 那再让我们说回天机版 众所周知 今年的Find X5 Pro 天机版相比骁龙版 到了马里亚纳X芯片 结果受到了不少诟病 既不叫好 也不叫做 好消息是 今年的Find X6 Pro 天机版 终于安排上了 至于说 今年的天机版和骁龙版 具体又会有哪些区别 这个可能就得等发布会 才能见分晓了 别的先不说 希望相机的其他配置 也都保持同步就行 不过 相比起每次高通发布会后 贾家刷屏的场面 目前官宣了搭载天机9200的 其实也就这两家 虽然像小米 荣耀后续也都会有搭载天机9200的机子 但最终是哪个机型 也都还不确定 至少正代都还是清一色的骁龙8G2 现在距离骁龙8G2的发布会 也仅剩不到几天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发布明年能不能复合今年的剧本 在性能上再次反杀阿通呢 天机9200官宣的两款新机 你更喜欢哪款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